嗨,各位車友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今天我要來介紹西湖賽車場的二樓的餐廳 叫做Coffee Adigo,好像是 然後你看看,這就是它的菜單 有炸屋拼盤什麼之類的 喔,你看這個view有多好 是不是,你看我多開心 然後我覺得這裡很好的是 它這裡那個玻璃都還有貼格熱紙耶 在裡面完全都不熱,而且還開冷氣 冷氣還超涼的 喔,零酒精 因為我們不能喝酒嘛,你應該知道吧 賽車手如果喝酒的話,它會讓你的神經變遲鈍 所以要戒酒 喔,水餃,有沒有,我那天沒有點水餃 去偷看一下人家的水餃 很舒服,超舒服的 我覺得各位車友真的可以來這裡賽車 然後賽完車以後上來這裡吃東西 吃完東西休息好以後再下去賽車 你看多開心 而且我記得 而且我記得 無酒精的海泥根來了 沒有酒精喔 然後又有酒精的味道 它是不是就很銷魂 對吧,是吧 你看 你看 我喝的表情有多爽 我都可以 體會我當時的感覺 真的是很high三美 一直梳頭髮 不知道在梳什麼 我在修我手上有水泡 然後我身體側邊有拉傷 然後再講 然後再講 那時候 Jimmy跟我講的 因為我前幾次啊 有一次來的時候來練車 每一場開十圈就下來了 然後Jimmy就很委婉的走到我旁邊跟我講說 李老師 你這樣 比賽可能跑不完耶 然後自從他講的那個之後 我之後每次都把他跑完 人真的要逼一下 逼一下你就發現你的體力就過去了 就像那一天我側邊痛一樣 痛痛痛痛痛在場上就麻痺了 嗯 真的 有時候人真的是要 自虐一點 喔 他的薯條來了 他的副餐有薯條 我等一下點的主餐是什麼 你等一下就會看到 喔這薯條要現炸的是熱的喔 很香很酥喔 很綿喔 很好吃喔 喔喔喔喔喔 我那天叫墨西哥烤餅得償披薩 墨西哥得償烤餅披薩還是什麼喔 喔我又跟他要了個辣椒醬 我覺得彰化的美食 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東西不夠辣 我去肉丸 烤鴨 然後去很多店家裡面 吃他們的辣椒 我發現他們的辣椒怎麼偏甜 那內一點都不辣 喔 那一天那個小姐拿一個老乾媽辣椒給我 也是偏甜 喔 然後這還有雞塊喔 這除了薯條之外還有雞塊喔 都現炸的喔 很好吃喔 超級好吃 然後他還有附那個 綠茶 無糖綠茶 像我一定要喝無糖綠茶 對吧 我要控制我的體重嘛 是不是 然後我剛剛就在結束 我為什麼喜歡吃這個得償披薩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吃那種 熱狗麵包 小熱狗麵包 我對那種香腸什麼 喔 高粱酒香腸 什麼飛魚卵香腸 我對那種真的是一點抵抗力都沒有 真的啦 推薦各位車友真的可以來這裡 這裡聽說還有唱完的 就是好像 不知道買幾張券 然後你就可以唱完一整天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真的唱完的話 你就可以上來吃吃再下去 吃吃再下去 而且很好吃 這個得償筆薩真的很好吃 他的那個 那個香腸真的很香 很Q很彈 然後很有肉味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而且是現烤的 然後又有起司 你看我又在吃雞塊 好吃到我真的自己都不敢相信 有沒有 是吧 而且你看 配著外面這麼良好的風景 是吧 只不過如果下次我去 我要自己帶一罐辣椒醬去 真的 我覺得彰化美食唯一的缺點 就是不夠辣 差一點點 哈哈哈哈 應該要帶辣椒下去 你看我又在挖 這辣椒不夠辣 有沒有 直接用來披薩上面 是吧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吃辣 非常喜歡吃辣 曬車子就喜歡刺激嘛 對不對 是不是 超好吃 真的超級美味 我覺得我真的也算蠻會吃的 我也忘記我那時候在講什麼 也有點忘記了 因為這一部影片收音比較不好 所以不好意思放原音給各位聽 因為雖然我有掛收音設備在這裡 但是就是那天不知道為什麼收出來的音就是 蠻糟糕的 怕污染到各位的耳朵 但是畫面還不錯 對不對 前面有個 是不是 吃播主 對不對 是吧 長得還蠻可愛的 有沒有眼睛也大大的 對不對 是吧 然後 他車開得也不錯 對不對 哈哈 你倆再看 你看這影片還沒完 現在吃完以後 我就一直在抉擇 到底要不要再叫一樣來吃 有沒有你看 我一直在覺得 到底要不要叫一樣來吃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 我就 又叫了一碗 豬肉泡麵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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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你看我正在跟小姐點 點豬肉泡麵 而且我還 加一顆蛋 哈哈哈哈 豬肉泡麵裡面本來就有一顆蛋 我又加一顆蛋 兩顆蛋 運動員嘛對不對 我又跑去看他煮麵 他在煮人家的 不是我的 我的等一下才會來 運動員 就是要多點蛋白質 喔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是Jimmy 在試車 我覺得怎麼會有這麼認真的教練 你知道他為什麼試車嗎 因為他 這兩天練車的時候 他都帶著我跑 然後 他覺得他的車子 就是不夠快 然後他希望再快一點 然後讓我就是 再跟不上這樣子 因為他覺得就是 如果我都可以跟得很緊的話 代表他的車子 就是 擋到我 這樣沒有練習的意義 你看這教練有多認真 發現你可能 欸 比較快一點點 他又再提快一下他的速度 再把他車子再設定了再快一點 真的是非常感謝 你看在那裡練車 真的過得跟天堂般一樣的感覺 下場 有人教 上面又有餐廳 可以吃這麼好吃的東西 喔 喔 麵來了 喔 豬肉泡麵來了 而且這豬肉泡麵超香的耶 有沒有 他還有青菜 然後還有裡面還有放豬肉兩顆蛋 喔 超級好吃 爆炸好吃 喔 喔 欸 真的煮得很不錯耶 真的煮得很不錯 那你看我又開始加辣椒 哈哈哈哈 真的我下次我會自己帶辣椒去 喔 真的真的超好吃 超級美味 只不過吃這麼飽 害我吃完這一餐 然後下去跑的第一場 喔 那肚子真的是 喔 是吧 喔 但是 這個運動量啊 吃這樣是 不太 有什麼問題的 我前一天 這一天的 前一天 然後遇到一個車友 因為他知道我要來練車嘛 然後他也 他也來練車 然後他就講說 他瘦了40公斤 我就覺得 嗯很棒 這真的是個很好的運動 我雖然沒有瘦到40公斤 但是我最多的時候也瘦到大概快20公斤 嗯 啊現在應該至少15也有 OK 好 最近稍微比較重一點嘛 因為過完年又再加上DD2 你知道嗎 要比較重一點啦 OK 好 好 就這樣 好 借口啦借口啦 最近真的是胖了一點 年紀大 不容易控制體重 好 超好吃 超級好吃 嗯 好啦 如果各位車友 下次 有來西湖賽車場的話 記得要上來 然後或者是 我只要有來練車 我就會PO在我的 YouTube的那個社群上面 然後告訴大家我要來 那時候我們中間休息的時候 我們一起上來吃飯 大家說好不好 你看我等一下還會跟你們打勾勾喔 OK 好嗎 那就 這樣子喔 你看我吃完了 全部吃完了 完全吃光光 OK 我去拿衛生紙吧 是不是 欸對啦 真的是吃太熱吃太爽了 我最後講了一句名言 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OK 那就這樣囉 掰掰